主鏡頭方面一樣配備了一億八百漫長主鏡頭 兩倍遠跌微距鏡頭 和120度的超廣角鏡頭 兩倍 zoom 簡直可以看到室內 你看到中間這個位置 其實室內可以隱約看到 屏幕的顏色來說 iPhone來說比較暖色 現場看比較暖色 而小米這款比較冷色 BENI會為大家介紹 由小米最新出的小米11T Pro手機 今天BENI會為大家開箱的 是由小米所推出的旗艦級手機 小米11T Pro 事不宜遲我們來開箱 開箱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它 應該就是所送的套 還有出名書 然後馬上看到就是這部手機 上次的開箱是10T Pro 今次就是11T 剛剛過了一代 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事不宜遲來開封儀式 小米11T系列 分別提供了三種顏色 包括流星灰 月光白 和太空藍三種 而我手上這隻 就是太空藍 我自己看上去 就是很科幻 而機身配備了我最喜歡的 實體指紋解鎖 至於鏡頭方面 一樣配備了 一億百百萬像主鏡頭 兩倍遠攝微距鏡頭 和120度的超廣角鏡頭 應該都很足夠一般拍攝使用 依然是Harmond-Karning的調音 分別是在機身的左和右 所以應該有一個不錯的包圍感 我們繼續開箱 拿走了電話之後 就可以去到底部 然後大家一看到 這一塊這麼大塊是什麼 好 這隻充電器就真的有份量 含有小米Hypercharge 技術的充電器 能夠在17分鐘內 完成100%充電 17分鐘 等於我做一碗餐蛋麵 至於這一部手機的屏幕 依舊是非常精細和嚴厲的 這塊6.67寸FD Plus 更新率達到120Hz的AMOLED屏幕 打機看片 絕對沒有難度 大家看到了 120Hz的波子 是很流暢的彈來彈去的 而60Hz 是有明顯的 少少的遲緩和殘影的 這部手機對於拍片來說 它有一個很強的功能 就是叫做超解色度增強的 有時候我們拍片在低光的環境 它會降低 它會用AI 將那段影片的resolution 提高 用得小米的來說 當然有它的好處 就是可以用Google Play 看YouTube 絕對沒有難度 這次的機身有點重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面分別有兩塊 各自是2500mAh的電池 而據稱這部手機的電池 是用了石墨熙的技術 令到它可以有快速的充電 這次依然支援雙卡雙待 但就不支援外置SD卡 跟上次一樣 都用上了旗艦級的CPU Snapdragon 888 在效能和散能方面 應該是有所保證的 但會不會溫度上有所提升呢 就讓我試一試再跟大家說了 這部5G手機支援藍牙5.2 Wi-Fi Load NFC等功能 還有我最喜歡用的 Ir-Pod 紅外線浮 讓我控制到家裡的電視機 冷氣機之類 這部手機好不好用呢 讓我在外面來個測試 這部手機依舊有一個賣點 賣點就是有一個很強的鏡頭 就是10800萬像鏡頭 有多厲害 來試一試它 讓我們試一試它 最灑家的鏡頭 現在的鏡頭來說 我現在就在中環的港外線碼頭 試一試拍它 我們現在拍攝IFC IFC來說 我現在拍攝底部 先用它的廣角鏡 先用廣角鏡 先用廣角鏡 來試一下 IFC的柱 有一點蒙 而背景來說 不見有噪音 這是它的優點 用主鏡頭拍照 用同一個鏡頭 OK 好 拍攝了 接著我們放大它 再對比一下剛才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意思就是 這些就是戒眼 你看到它的長身 一條一條的窗框 是很鎮 看得很清楚 連後面的交易廣場 都清楚看到 這棟樓 再看看背景 黑色的來講 天空黑色 依然是黑色 接著我們再試一試 它的兩倍 zoom 兩倍 zoom 在這裏 兩倍 zoom 我們先試一倍 10800萬像素 10800萬像素 只有一倍 zoom 和兩倍 我們先試一倍 10800萬像素 真的很厲害 10800萬像素 你現在可以看到 它的室內 越來越清楚 你看到 會議室的燈 天花版的燈 是可以看到的 裡面的裝飾 大致唇 都可以看到 還有窗框 是很鎮 很利 兩倍 zoom OK 拍回剛才的位置 我簡直可以看到 裡面好像有人在 有人頭在 很精細 很清楚 還有紙巾 紙巾 這兩張紙巾 是連它裡面的 纖維也結好 這個功能是很刺激的 我其他手機 未曾見過 是可以 空到這麼近 還有這麼精細 你看 那些蛋的 蛋的紋露 大家都想吃 小菜的 質感 這部手機 和上次一樣 都依然有很多 攝影上的功能 給大家選擇 例如 波髮分身 前後雙鏡 長時間曝光 短影片 電影鏡頭 Vlog 全部都有 所以 這次 拍攝的 依然有很多 選擇給大家 我試過它 很過癮的特效 其中一個 就是縮時攝影 挺過癮的 我們可以看到 更多 更多 裡面有一個 叫做縮時攝影 縮時攝影 我們可以試一下 它有什麼 很好玩 所以平時 一些片段 在自己的 片段 裡面 是豐富很多 過癮很多 另外就是它 打機 打機來說 我是 拿去和最新出 因為剛剛蘋果 今天新出 所以我 拿去Apple Store 測試一下 去對比一下 和iPhone 13 Pro 去對比 iPhone 13 Pro Max 比較有畫質 現在我們玩一隻 叫做狂野錶車 大家都是同一隻遊戲 下面這部就是小米 上面就是 iPhone 13 Pro Max 明顯來說 畫面的流暢度來說 竟然是比iPhone 13 Pro 比較好 為順 即是我現場看 大家看看 屏幕的顏色來說 iPhone 13 Pro 比較暖色 現場看比較暖色 而小米這一隻 比較冷色 摸上手 小米比較熱一點 摸上手 接著我們試一試聲 這個聲的方面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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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所以 聲音 來講 的包圍感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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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热过iPhone 玩游戏方面就是这样 其实这部手机和我之前的小米10T Pro 分别不是太大 除了电池方面有分别之外 基本上分别是不大的 如果你是小米10T的用户 基本上就没什么需要upgrade 我个人意见 而打机的确是有点热 比iPhone来说是热一点 这部手机不支援外置SD卡 因为这次的电容量大了 所以这部手机有点重 这方面要习惯一下 Snapdragon 888的流畅度是真的可以给你 CPU够快 配合120Hz刷新屋的螢幕 打机是很流畅很爽的 但它的不好处是 机身会稍稍热一点 今天Benny就介绍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 请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